投稿好味 有美呀 满山哪 满山哪 要比较好奇的是 这个唱山歌 你要不要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 龙南山歌的特色 跟其他的山歌 比较模糊状的提放的哪个点 客家的龙南山歌的话 主要就是我们山西 山西的话 就是说以前唱山歌 都是进山唱山 搞住室啊 搞妇女来剪裁啊 但是到那个生产里面去唱 所以这个山歌就比较高亢 如果你山上的小声唱的话 就没有一点点效果 假装的话呢 你唱这个山歌的话 你还要高亢唱的话 第一个人走路的话很怕 那就是说有野畜啊 那你唱一些高亢的山歌的话 不过把这个野畜不出去赶跑 撞胆子上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另外唱山歌的话呢 他就是说呢 还要的就是说呢 一唱山歌 因为大家都喜欢唱山歌 看是有没有人 有人的话一个人走着 那时候就马上有人 比较这个山歌 那就一比较的话呢 自己的胆子就大了 因为每一个山歌啊 每一首山歌都是一个小的故事 因为每一个山歌啊 是 讲的是一场事情 所以你就递唱的话呢 他怎么唱 你要怎么回答 所以才有一个事情 繁衍一个事情 繁衍一个故事 所以山歌的话呢 这个山歌也是满难写 我看你 走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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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咖啥好似南博客 无路要买的好奶奶